跳下来的时候啊 一跳下来 那个魔鬼就变出他原来 哎呀 我佩服你 结果从他的嘴巴 又把那太太儿子都吐出来 这个魔鬼就发育了 我守护你的国家 各位 降魔是这样降魔的 降魔不是用武力 降魔是用慈悲 用智慧 魔就被你降掉了 所以修行呢 哪一天你在打坐的时候 突然看到一个魔鬼跑过来 你要说 你嘴巴打开 干嘛 我要跳进去给你降 你要倒过来 那个魔鬼马上就变莲花了 但是如果你怕他 他就把你吃掉 因为你有一个我在被我吃 他就会吃你 魔就是知道你有这个我 我爱 我恨 他就要伤害你 如果你有空性无我了 魔鬼伤害不了你 倒过来做你护法 这个叫降 念一下 降魔成佛 希达多太子最后手放在地上 降魔成佛 那这个魔在哪里 不是外界 是心里的我 烦恼 怕自己受伤害 所以佛陀在魔鬼伤害他的 佛陀不但是没有一个我在被你受伤害 还对这个魔生起慈悲心 叫慈心三昧 所以魔鬼的武器都变成莲花 这样 所以念一下来 慈悲无障碍 如果各位今天晚上叫你睡在旁边 睡觉 不行喔 都是牌位 都是西朗 你不敢睡 为什么 因为你有个魔 身体 但是如果你认为说 他们每一个都是未来佛 对阿弥陀佛来讲 所有祖先牌位都可以成佛 对阿弥陀佛对他们好 对我也好 我躺在这边睡觉 哎呀 这些未来佛也会加持我 你不能怕 你不怕 反而所有的众生都被你感动 他也变成佛来加持 你越怕 他就拿这个要挟 就像我 我要出家我也知道 我师父也跟我说 如果你很怕你儿子 被打 会伤害 你很怕你太太 如何啊 你 你就被魔抓住了 你的太太儿子家里事业 那只是一场梦 梦里面的东西都是假的 所以各位 现在你眼睛看到的这些东西 是真的还假的 假的真好听 假的 你现在碰碰你的手 这个身体是真的还假的 开悟了 你可以去临终堂躺一下 假的吗 快死了 干脆叫院长 棺材借你 睡一下 往生被给你盖上去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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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的 你要练习 你不能说 哦 No 我很怕 我很怕 如果我要死了 我太太怎么办 我先生怎么办 我儿子怎么办 我钱财产还没有封好了 没有等到那个时间给你的 为什么 念一下 变化无常 对 没有让你等的时间 所以各位 每天晚上一躺下去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跟你太太说 极乐世界再相见 我被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不要说 明天我们去哪里 我俩没有明天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早上睡醒 继续行菩萨道 来老人院 好不好 来精神病院 你没有精神病 他们有 你来帮他们 来洗肾的地方 他们在洗肾 你在旁边 讲佛教故事 给他听 因为你已经 哎呀 这个我可以面对了 现在各位 还不想出家 因为你不知道死 干脆好了 请院长 慈悲一点 放个位置 你把名字贴上去 你常常来看 哦 我的名字呢 对了 对了 既的死 现在还不可以 我车子还没买 我房子还没买 我儿子还没有博士毕业 对 就算博士毕业 还没有生儿子 对 所以我还不可以死 那你这样 你要往生净土 很难耶 为什么 车子一撞下去 你不是你阿弥陀佛 儿子 因为你心里在想儿子 然后你回去哪里 投胎做你儿子的儿子 我投胎做你儿子的孙子 然后就一直来轮回 阿嬷又做孙啊 然后孙又爱孙 阿嬷嫁给孙 这个就是生命的真相 所以你的太太 是你过去的妈妈 你的女儿 你的女儿 是过去的女儿 你的先生 是你过去的儿子 你的儿子 是你过去的先生 颠倒 所以各位 我这个讲了比较久 往生净土 太容易了 你只要相信 发愿 为什么去不了 你也讲 放不下 看不敢 放不下 讲这么简单 放不下 进阶一来 你放不下 你就是没有办法 所以你要有智慧 你要去看清楚 你所放不下的 执着的东西 它是真实存在的 而且会让你快乐 还是痛苦 你一定要看清楚 你不看清楚 就算你出家 所以我们男生出家 比较没事 男生有小孩出家没事 女孩子出家有事 女孩子是讨厌 他老公出家 心里还爱着儿子的 还爱着女儿的 所以我们有一些 比求你师傅 师傅我请假三天 什么事 我儿子结婚 你儿子结婚 关你什么事 你一个出家人 跑去参加结婚典礼 师傅我儿子的 你管人家 我叫他不要去 结果呢 偷跑去 妈妈 对不对 放不下儿子 放不下女儿 就是这样 这个很正常 所以为什么女孩子出家 只能一次 不能 你正式出家 一环数不能出家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爱上了 你去结婚生下 你不可能 因为你放不下 妈妈 如果一个妈妈放得下 她不叫女人 好狠 但是男人还比较好一点 男人有时候 痛苦几天 哭哭的就好了 对不对 像我刚出家 我想到我儿子都会哭 想到我太太 我是很不好意思 让他这么哭 但是 后来后来后来的 就放 总会过去的 那现在呢 现在看到我儿子 很正常 现在对他 只有回向 但是我知道 我不会执着 看到他 不像以前这样 一直想要看他 偷偷跑去看他 也会这样 偷偷跑去看他 从后面看他一眼也好 各位女人 我很了解你 当你爱上一个男人 看他一眼也好 背后也好 随便你也好 因为他已经连上他了 那所以 你要念佛 为什么 佛啊 加持我 加持我 让我放下 对不对 你要靠佛的力量 转变你 念一下 一心不愣 称念佛好 阿弥陀佛 当你一想 一执着 一放不下 赶快念佛 赶快念观音菩萨 不然呢 凭我们自己的力量 往生极乐世界 最大的力量 是他力 佛的力量 不是你的力量 因为你放不下 所以你 你那个时候 佛头说 没有关系 你放不下 但是你只要有一个念头 乃至十个念头 怨念我阿弥陀佛 他把你拉走 是吗 佛头给你 给你拉走 用莲花把你接走 所以你所有的痛苦 那时候就放下 但是如果靠你 自己的力量 所以很多人 讲那句话 有点不公平 哎呀 念佛要念到 一心不乱 不可能 当然不可能 但是佛的力量 不可思议 所以往生净土 是佛的力量 千万不要认为 是我自己的力量 如果你认为 往生净土 或我超度众生 是我的力量 去超度 那你就骄傲了 你反而没力量 超度他 全然放下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全然放下 那麽哈那达那多 那耶那麽阿弥陀 就专心地念 靠佛的力量 也帮助了自己 也帮助了灵命中的人 你千万不要 你千万 有些人去诅念很奇怪 他盖着往身边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念个四个钟 打开 看眼睛有没有好看 哇 那有个啊 我念不成功 再盖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你哪里在念佛啊 你不过在表演 看我厉不厉害 你看我念到 你看嘴都合起来 那你就骄傲了 因为你不相信佛的力量 你只相信自己 那这个变成 骄傲念佛 你会有伤害 魔就会来找你 这个念佛会长 就会搞外遇了 就来了 为什么 因为你有 你不相信佛力 你有骄傲心 想要凸显自己 那就不行 好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紧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 带着大家 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 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我们什么时候 要洗手 大家知道吗 知道 吃东西前一定要 上完厕所 你如果醒鼻涕咳嗽 你的手可能会 煮干净 那我们要怎么洗呢 吃戳 超好 好 吃的话就是 水龙头打开 把双手 弄吃 再戳 拿肥皂以后要戳 戳完以后呢 就是要冲水 把肥皂冲干净 再用手捧水 把那个水龙头呢 把它冲干净 最后呢 要擦干你的双手 或是烘干你的双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居住在人们 只知追求感官享乐的环境里 可能导致整体的病苦绝望和沮丧 这只会让我们毁灭自己的身心 并关闭通往未来的大门 我们如果想要健康 就必须下决心营造好环境 所以各位在家里一定要有个小小的佛堂 再小都没关系 一张书桌也是 摆几张佛菩萨的相片经典 你可以在那边念佛打坐 思维 然后呢 平常多到寺庙 清净善知识 不然这个叫五浊二世 每个人都是在赶宽欲望里面 再来就有很大的痛苦了 所以佛陀大慈大悲 自定八观灾界 让我们在一个好的环境里面 在身心里面得到净化 得到升华 对 是 对 疯狂 在 我 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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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缺带生命就像红绅 生命天使与你共同关心这世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